进来,你稍等我一下 好,我已经开始录了 哎呀,我这找不到 我看看Zoom,看看能不能 找Zoom,Zoom在哪里 稍等一下 哎呀,这捕捉场景 又得捕捉一个 这个我还得要研究一下 这盒有点复杂 可以啊 要不然把,你可以把那个连接发给 那个attendees嘛,放在群里面 他们就直接可以进来 但是你这可以装多少人 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播嘛 直播啊 不对不对,不止500人 我看一下啊 应该,因为这个是公司号 公司号就比那个 个人的要 没关系,没关系 我已经搞定了 搞定了,搞定了 搞定了,现在没问题 没问题,我现在 嗯,我们现在 嗯,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直播嘛 嗯,对吧 然后我开始直播 我会把你切到这个上面 然后,嗯 我会到时候如果说开始 我们两个会都在嘛 对,嗯,然后你都 我会说把时间交给你的话 你就慢慢就去讲就好了 可以 我现在在设别的东西 没关系 你慢慢来 我讲45分钟左右啊 我去上厕所先 对,对,对 那个我们可以预告了 我们可以预告了 F45的 刚好,好紧张 对,对,对,还好,还好 没事 我一会儿回来 预告 我需要 我需要 你需要 我需要 我需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近新加坡好像又有新加坡现在怎么样 好像又有新的病例是吧 对就没停过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客宫宿舍 所以我们不是很担心 社区的可能就 这段时间有零个 有一个有两个 都有还行 还是在 因为我们也有新加坡朋友说 小孩还是不能上课是吧 没有都上课了 都上课了吗 对上了 上了两个星期了吧 还行 最近有没有这种申请就国内 我这两个星期在国内 就是大陆卖了应该有十间 澳门三间 香港五六间吧 那很厉害 新加坡十多间 就是从新加坡当开始 我就是最忙 还挺好的 可以可以 那挺好 挺好的 今天上线大概多少人 不确定 现在我们之前都是 有一两百的 有两三百的 然后我们 他是从直播之后 慢慢人数会往上走嘛 对 因为这次还是一个 对对对 我们这个现场大会 是第一次做 挺好 以后多多支持 以后多多支持 没问题 没问题 这种其实是最好的 我不愿意 因为之前 我就是在国内 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这么跑 然后老外就说 这样是最有用的 我当时的想法 就是这样是最没用的 现在上 现在线上做一些 然后你F45是个傻 对吧 你这还是得 对对 应该是先品牌 先多露出 然后给他们讲你们品牌精神 然后其实国内在一线城市 对你们还是很熟了 现在是二三线三四线 对 是你们做健身的 还是你关注才比较熟 但是大部分 99.9%的人还是不知道 F45是个啥 也是 对 我看有超纹的 叫M45 还有叫F30的 就是不是45分钟30分钟的 没事 行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 因为我现在 我可以先把直播开了 我现在把直播开了 那是我 现在是我 我还没有切换到你的屏幕 因为我会 我会不同的 我会不同的场景下去切换 对 现在比如说 你可以如果另外有个手机的话 你可以看我们小程序上的 你可以看到 我先开始直播 我开始直播的话 现在大家应该看到的是我 对 我再看到 大家看到的是我 我会给大家先去讲一讲 然后我会把画面切换到你 好的 那个小程序 就是F45直播 模式直播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点进去的话 应该就看到是我在 现在是我 现在有22个人 对 你有看得到我吧 在load 看到你了 对 然后我现在切换一个场景 你就能看到你自己了 比如说我切换到这儿 现在你就能看到自己了 你再等一分钟 再等10秒钟 你就看到你 看到没有 看到了吧 还没 有点延迟 对 有点delay 没事 但我这边已经是你了 好 好了 现在是我了 对 所以我会切换到你 然后我再先切回来 我再切回我的 所以它是可以切换场景的 好的 好高级 你这小程序花多少钱 没有 这个是属于 用的第三方 我们买的第三方的服务 对 然后再来做的 因为之前这个行业 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 没有过 大家都在线下 但线下 因为一个是劳民伤财的 大家跑来跑去 对吧 第二个是 线下的 对 我们想通过线上的方式 更多的去 讲一讲 这种 比较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比如说现在我们之前真的有一个内蒙古的朋友 他特别想了解你们 他在内蒙古的下属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 可能就几十万人口 对 那他不可能有机会跑到美国 也不太可能跑到甚至上海 北京 他平常机会不大 所以他就想通过这个网络 也许能够更好的了解你们 所以我们这次的直播 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 因为我们之前 前两年 我们都会去介绍国外的一些新的模式 对 包括之前很火的单车的模式 包括这种 CrossFit 对吧 包括你们 我们也都是讲 包括Ecnux 我们也邀请过Ecnux的 最高级别的 叫Coach X的Level X的教练 来过中国来讲 对 那么 但是大部分时间 大家只能靠 自己去找一些资讯 去来了解 你们的各种各种国外比较火的模式 尤其现在中国国内的一个情况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 前两年是 由于经济 或者什么样的问题 本身健身行业 在进入一个回调的一个状态 就是大批的健身工作室倒闭 健身俱乐部的日子 也过得不是很好 那么尤其到了今年 那么疫情又使得 很多地方上半年 几乎它的业绩 做的都不太好 对吧 就整个经济活动陷入停滞 所以大家也在思考一个出路 那么在中国 目前的国民的 这个健身的文化来说 目前还是一个缓慢的成长阶段 大部分人的健身的需求 还停留在减肥这么一个状态 减肥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传统的私教还是一个主力 但是在像上海北京这些地方呢 已经有不少工作室尝试过 私教小团课的一个模式了 在最早在中国 其实11年的时候 就有工作室 就有健身房尝试过这样的一个私教小团课 这是类似于循环训练 对 那么中国 包括还有一些线上的一些APP 比如说KIP 他也做过KIPLAND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KIPLAND也是和你们很像 对和你们很像 KIPLAND 就是也是一块块的屏幕 然后不同的站点换着链 对对对 但是呢 都没有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目前来讲 所以我们也在研究说 这其中一定会有哪些问题 比如说大家只可能学到了一个形 就是形式 就是循环训练 HIT的形式 但是如何抓住用户 如何这个去把这个模式更好的去推广 如何提升用户的年度 尤其是一种按次付费的方式 那到底是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到底是国情的问题 是人群的问题 还是我们运营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都是大家很想去寻求答案的 这些地方 因为整个国内对于小团体训练 大家热情还是很高的 就大家希望说也很喜欢 包括我们也很喜欢说在爱情练的感觉 但如果这个成为一个商业模式的话 对就成为一个商业模式 我们就要去赚钱 对吧 就因为大家做生意 最后还是要赚钱 那怎么靠这种模式去赚钱 是需要大家去了解的 对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要给所有的 关心爱四十五的模式 关心小团体课的模式的人的一个 想借助咱们杨老师杨肖 作为爱四十五亚太区这块的一个拓展的负责人 也希望从您这边得到一些经验 得到一些这种F45的理念的一个普及 对 那么现在我们直播其实已经开始了 看我不但也有人在进来 所以我会把画面切给我们的杨老师 好 我也把画面切给杨老师 大家稍等一下 好的 现在画面已经切给杨老师了 那现在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杨老师吧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谢那个Justin 邀请我们F45来到这个Mond Gym的这个线商大会 首先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 然后大家对F45的一些好奇吧 然后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我们F45在中国区域和亚太区 拓展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今天我们分几个大的板块 就是什么是F45 然后呢 如何 就像刚才Justin讲的 我们在国内呢 或者就不是在国内啦 全世界我们都有很多小团客 但是最重要的是怎么让他持续呢 让他持续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我们的加盟商赚钱 加盟商如果只是对健身有热情的话 那这个热情在一年或者两年在不赚钱的情况下它就会消退 所以我们要 为什么F45能在七年之内在全球开两千间分店 然后现在也有上市的计划 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然后最后大家 大家可以随时在那个 在里面 在那个小程序里面提问 我会及时的回复大家 这个是2019年 就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我在上海 我们组织了一个上海的这个showcase 就是一个线下的一个 Hello 我打断一下 我打断一下 杨老师你可能要把屏幕共享给大家 对 sorry sorry ok 来来来 you're sharing 不好意思啊 等一下 他正在分享 ok 现在能看得到吗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PPT吗 现在还是你的大的头像 就是你的在最上面 PPT在最上面 我不知道是 全体嘉宾 等一下 我不知道啊 我把它放成全体嘉宾 可不可以 嗯 所以你能把它切换到 共享 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应该OK了 OK 看得到是吧 稍等稍等 好的 现在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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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张在那个上海的照片对吗 可以可以 好嘞 然后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在上海做的那个线下的大会 也不是大会了 就是线下的一个说明会 那个我们F45在国外是挺名气是挺大的 但是在中国呢 2019年11月是我们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 然后在中国市场做这个说明会 所以大家之前可能有人可能听见过我们 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我们 是第一我们原来没有做微信和抖音营销 我们现在开始做了 然后之前呢 我们也没有去一直去中国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COVID-19的话 我大概每个月都会去中国 去拜访我们不同的 不同的Franchise 然后跟他们聊 然后我们需要知道总部以后会怎么样的 更加有效的帮助 帮助每一个人 再次很感谢大家来听这个线上的会 这个是我的微信号 大家如果对F45还有更多的疑问 请大家可以扫一下我 然后等一下我在那个结束之后 结束之前我会再放一下微信号的 这个是LINKING 在LINKING上面我会放很多 领音上面会放很多关于F45的文章 OK 所以现在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特别是现在在新加坡的投资者 也是会有一个疑问 那么现在是最经济消退的时期 为什么我还要为什么还要做任何的投资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话 在美国的整个历史来说有47个经济萧条的时候 等于说30%的时间 你都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所以realize that now 就是任何business 你开始任何的事业 你一定会遇到经济萧条 那可能没有像这个疫情 这个萧条都这么大了 但是时间问题你会萧条 会遇到经济的萧条 但是如果你是 有非常有经验的投资者 会在这个时候入场 那么经验不是很足的人 他就会有一种观望 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开始自己的事业有几个好处 这是我在linkin上面写的文章 第一非常容易找好的员工 大家都知道找一个好的教练 有多么的难 然后第二你的工艺量是非常的充足 比如说你想F45 有我们需要的健身房的长宽 高这些都是每一间F45 都需要长的一样 所以这样的地方呢 说实话不是那么容易找 那么现在经济萧条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铺面 会给大家来选择 然后就是如果贷款的话 这个时候贷款是最容易批的 也是最低的 像我在新加坡的话 上次我们房子贷款的利率是1.33 就是非常非常的历史性低 然后你的竞争对手也会少一点 那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F45 我试一下可不可以 那个点开这个YouTube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会share这个YouTube的screen 大家看得到这个YouTube的屏幕吗 Infinite amount of combinations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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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一个小团课 等于说是一个共享的私教吧 就等于说你给的是团课的钱 但是你收到的是私教的服务 我们一共其实一节课有两个教练 但是呢 其实你是跟着电视在做训练 其实你最后其实是三个教练来指导你 我们每天的workout都不一样 F45 library 里面大概有四千多种的不一样的workout 你每天去上课都是不一样的课程 等一下我会讲有心肺功能训练的 有力量训练的 也有mix的 所以我们和crossfit有一些雷同的地方 但是crossfit的话更加是比较hardcore的 比如说他已经喜欢就是很重的那种weights的那些人 但是我们来说就像这个jim square写的是小白人群 比如说我是一个生了上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那么我就想回到健身房 如果我回到一般的传统的健身房呢 那些器械我也不会 然后在那儿就会有人会笑话我的 所以我也不大敢去 那么然后如果我去问任何一个人这个器械怎么做的话 那肯定他会想给我卖二十节课的私教 我又不想出这个钱 所以在F45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练 然后我们两个trainer 会一直指导你 就像上一节私教课一样 然后但是大家是一起来做这个运动 这个氛围就非常的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轨迹 大概我们在七年之内有2000间店 然后编辑了55国家 一切都是从澳洲开始的 去年五月份 我有在新加坡的金沙的无边泳池的旁边 我们组织了一个大型的室外活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footage 当时的那个 当时的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 当时的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这个就是我们在金沙的时候 当时我们大概有600多个人参加 当时报名的人至少有1000到2000人 但是这个地方实在是放不下那么多人 只能有600个人上来 当时的氛围是非常的好 每个人都在Facebook Instagram 在WeChat 在share这个活动 当然我们当天也是在新加坡 我们就卖了有时间点 就是因为当天的这个活动 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呢 今年其实我们准备的是在新加坡 香港和上海做三场这种大型的活动 在新加坡的话呢 我们因为从在一年之内 我们从时间一直开到45间 新加坡的人口是500万 所以这个速度还有这个 这个coverage of the studios 是非常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需要support 要支持一下我们的franchisees 所以这次我们在金沙 我们不准备上去 我们准备在下面的大草坪 大概组织一个 一到2000人的一个这样的hook camp 那么我们也会去上海 也去香港 但是因为疫情我们去不了 但是我相信明年我们一定会去的 这种活动 第一我们实话 我们自己可以卖更多的店 第二呢我们也是帮当地的加盟商 就做一个造势 然后就会更多的人 会对这个F45好奇 因为F45并不像我们的其他牌子 比如说Anytime Fitness 大家就猜的就猜的到就是anytime 都可以去做运动嘛 但是F45大家也不知道F45是个什么意思 其实F45是functional training 45 minutes 因为每每一个workout就是45秒 然后休息15秒 等一下我会再讲 然后这个这个YouTube等一下 我们可以回来再看一下 就是在F45的家定的店 我们有训练上海的一些消防队员 然后这个家定的这个老板 他是一句英文都不会 所以我们当时在整个整个流程当中 确实有很多困难 那么他去悉尼总部做培训的时候 也专门请了一个翻译 所以我觉得这个张教练的这个毅力 实在是非常让人非常让人佩服的 不是一般人能啃的下来 这个然后跟总部的所有交流 也都是英文的 就是在我加入F45之前 整个总部就没有微信 所以但是慢慢现在他们知道 中国市场的强大 就是我们在没有做任何微信 没有做任何抖音 没有打广告的情况下 我们在中国内陆大概有十多间 就是他们在国外看到F45航空 然后把他带到中国来 那么现在呢 总部对我的要求 我问我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问老板 我说我们2020年的 我问最大的老板 我说2020年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老板告诉我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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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那具体呢 他说就是I don't care 他说可以花marketing 可以花市场费用 我们就是要大力的就进中国市场 然后现在我们了解了什么是F45以后 下一步就是F45适合我投资吗 有几个好的方面 是我们可以积累财富 因为F45的 的汇费是非常 在业界来说是挺贵的 而且我们很 也可以是一周一周来收 所以对消费者是很容易接受的 因为如果下个星期他觉得不好的话 他就可以就可以停了 所以对我们那个operator的要求 对我们的加盟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就是你要对他好 而且你要一直的对他好 不是说像传统的健身房 比如说我进 我就是一年9999把你先拉来 然后再往死里卖你私教 那这个大家都有点怕 但是F45 就是一个虽然不便宜 但是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然后我们喜欢看到的是 我们的客户一般来说一周来三到四次 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因为他来三到四次的话 他的身体会有变化 然后他会有他会有效果 那么他就是最好的一个 ambassador 就是一个代言人出去 他的朋友和家人说 你怎么受的 他就会这样 这种转介绍就是最有用的 比如说一个大型的健身房 他可能break even 他持平可能需要1000多个会员 因为他的开销很大 他的租金很贵 然后呢他的会员费又 比如说一年999这样子 他如果不死里卖这个私教的话 他也是没办法 也是没办法继续be profit 就是一直的赚钱 但是F45的话我们 等一下我可以给大家看那个图 大概75个到100个会员 我们就可以持平 因为我们一定不要去什么 步行街的一楼啊 就这种地方 我们去的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 在香港的都是22楼 在新加坡的很多地方 就是我和我老板都找不到 但是你进去以后 发现别有冬天 就是里面就是很满 人家的生意也很好 所以这些人都是从social media 都是都是网上 就千万不要 for F45 千万不要去找贵的房租 就是你如果拿来的话 我们也不会批你的 因为我知道你 你不会赚钱 因为最后你会是给 给那个房东打工 那这样绝对不是一个长久之际 大家可以做慈善 但是大家都没有人 愿意做一辈子慈善 还有最重要的是 improve lifestyle 就是你自己的 我们很多的加盟商就是 自从自己开始F45了以后 他看到自己的变化 抽烟少了 喝酒少了 晚上睡觉睡得早了 那个运动很频繁了 他自己有变化 他就很愿意去帮忙我们宣传了 然后也是帮助别人 我们会看到很多 等一下可以发给大家一些 就是上次我们有一个苏州的 那个巴州挑战赛完了以后 那个人就哭了 就是他觉得他的身体和生活方式实在变化很大 所以这个东西是钱无法衡量的 你真的能帮到别人 然后人家对你也非常认可 对这个品牌非常认可 The future of the fitness 就是健身行业的未来 我们F45相信健身行业的未来就是technology 就是科技 你一定要把你的workout和科技连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有4000种不一样的 这种workout的planning 那么这种 我们都有很好听的名字 然后也在不断的更新 7年前F45刚刚成立的时候 也就五六种的workout 就在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在往里面加不停的加进去workout 像这个Hollywood的话就是一个 Hollywood的话就是好莱坞 那么好莱坞的话就是每个星期六 星期六的话我们会有一个 当场会有一个DJ 给大家打碟 然后所以氛围就是非常的好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是Cardio 是训练心肺功能的 然后星期二星期四是resistance 就是那个weights 就是那个力量性训练 然后星期六就是mix 就是混在一起的 但是就算是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都来的话 你的workout是不会有任何重复的 我们有两个总部 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悉尼 我三月份刚刚从洛杉矶回来 在那边工作了两周 这个是悉尼的办公室 就大家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IT团队 整个F45总部大概有200到300人 然后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就是两天前我们有一个上市的一个 一个这个动作 昨天CEO跟我们打电话说 我们的总部会再扩大 很多倍 然后我们的人员也会再增加很多倍 这个是旧的office 然后就是很多IT的人都会在这儿 你看每天就是 就在看这个workout 怎么把它调整的更好 然后让就是这个flow 就是怎么从第一个station到第九个station 大家都不要撞车之类的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F45的科技 最明显的就是F45TV 这个F45的电视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小蓝人 是Cory 然后我们有这个叫F45playoff 等一下我们可以讲到playoff 我们先讲这个F45TV 所以你可以知道你下一个要做什么 如果你忘了的话 你要下一个做什么的话 你不用当场的trainer来给你指导 你就可以自己看电视 你就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了 然后呢我们也有很科学的告诉你 每一个station是45秒 然后休息15秒 有些station是60秒 比如第一组是60秒 第二组是40秒 第三组是20秒 因为你越来越累嘛 换的琴的话 你就会没有那么觉得很无聊 然后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喝水了 所以你绝对不会有就是拿着手机在那玩 然后在跑步机上面玩三个小时 那其实根本就没有做到任何运动 这个45分钟的是实打实的 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新加坡这么热 每次出来的话 每个人都好像从运往去出来一样 非常的work out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叫line heart的东西 也是我们的科技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line heart是心理监测器 我们会知道这个会员他有没有在偷懒 然后他有没有做到他自己的极致 比如说我和我老公一起去F45的话 他拿的是20公斤的牙铃 我拿的是5公斤的牙铃 但是只要我们的心率都是在90%以上 那就表示我们两个人都做到我们最好的 做到我们最好的work out了 所以当天的work out就已经够了 然后你你这个line heart完了以后 每天每次都会收到一个邮件 他会告诉你你烧了多少卡路里 你得了多少分数 这个也是形成一种很很友善的一种啊 竞技性吧 让那个会员们自己可以可以比较 然后你会因为有时候你在做运弄的时候 做的非常激烈的时候 你也不会去看到底我是什么numbers 但是呢他会有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你也知道你有没有做到你自己的极致 我们在有氧当中那肯定心跳就会很快 我们能最好做到85到95的样子 然后呢那个还有就是那个 那么那么那个strength就是weights 力量型训练的话你的你的heart rate就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每个人我都知道他的心率是多少 他有没有有没有认真的在做这个workout 我能不能再再push他一下 还是他已经到他的到他的那个极限了 然后你可以看比如说上个月我的line heart的分是多少 这个月line heart的分是多少 这个也是可以看一个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progress 然后还有就是client booking engine so我们所有的iPhone 45都没有前台 因为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那个 都是在电脑上或者是iPad的 所以这边大家很多都是健身房的老板 还是怎么样 那个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在那个 那里面找前台有多么的难 所以但是在整个iPhone 45的系统里面没有没有前台 我们只有只有教练 每节课只需要两个教练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教练的我们平均收入 平均的支出是大概多少 因为我们一定要讲numbers 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 我对这个东西是 我对健身是有激情 然后我也愿意帮助人 但是我不能老帮助人 那我也得赚钱 这个我给大家叫iPhone 45 challenge 是一个八周挑战赛 八周挑战赛的话呢 是我们有一个营养团队在那个总部 大概有10多个人吧 我知道的 然后呢他们会每天都会出一个新的菜 然后教你怎么做 然后每一个菜是多少卡路里 有素食的 有一般的吃的 还有那种非常非常素食 比如鸡蛋的和鱼都不能吃的 那种就都有不一样的 像我们在印度的 我家门上的话 就大部分都是用素食的这一套 在国内的话 大家都是用一般的 但是只要你要知道 你每天吃 就是因为大家 就是大家都是专业人士 大家都知道就是运动是一个方式 但是吃的其实更重要 所以只要我们能把吃的控制下来就好 我们有不一样的faces 有几段 有不一样的段落 比如第一段就是detox 就是 detox 就是 哎呀忘了 detox就是比如没有咖啡 没有什么什么 然后第二段呢 你可以喝少量咖啡 第三段呢 你又可以怎么怎么样 反正每天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每天的话 他都会告诉你 一共是100分 然后呢 比如说你做了F45的话 你就得20分 你喝了几公斤的水 你又得10分 你睡了8个小时的觉 你又得多少分 反正 嗯 就是你不用去想 你就每天看你的APP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跟着他来做 然后checking the progress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告诉你说 应该怎么怎么做吃的 这些就是都是我们 都是我的同事 然后他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新加坡的话 参加这个八桌挑战赛的人 越来越多 嗯 因为他看见他的朋友 有效果 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们八桌挑战赛 也有那个 也有比赛 嗯 男的女的的 那个得奖者可以拿25万 25千 就是25000块钱奥币的奖金 是非常吸引人的 然后如果你是F45的会员的话 你参加这个八桌挑战赛 都是免费的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做调整 变成45天的挑战赛 其实也差不多 但是好像都说习惯了 八桌挑战赛 但现在是45天挑战赛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些 result 就是这些人 他们都愿意把这个分享出来呢 是因为他们也想帮助别人 一定要是 比如说一定要在白墙 然后一定要就是三个 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照 然后你要穿的跟之前的衣服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都是在八周之内就可以得到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有用的 就是健身加上吃的控制 是非常有用的 OK 现在我们讲最重要的business model 就是那个商业模式 我们的商业模式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听就能 一听绝对就能明白的那种 没有hidden cost 没有说什么 以后还要多交这个钱 那个钱没有 是这个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的F45的studio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我们的器械是很简单的 我们以那个简约风为主 然后一些就是三个 就是三种颜色而已 像我们的器械费里面 已经包括了这个logo 然后还有就是那些所有的器械还有地板 因为我们的F45都要长的一样 F45 playbook 跟大家讲一下playbook 这个等于说是我们的圣经 每天早上起来了 今天什么workout 都在playbook里面 然后你的那个studio要从零 做到一个F45 studio 你需要每一步需要干嘛 一共有六盏绿灯 六盏红灯 每一盏灯呢 你都需要做12345的步骤 然后它才能变成绿灯 你集齐了六盏绿灯以后 你才可以探业 所以它这个就是 你不用去想你到底要干嘛 你就一步一步跟着做就好了 你就能开业 然后这个 这个它是 这个是价格 大家可以照一下 或者是揭评一下 大概全部的费用走同 这是15万到25万 我们讲的是新币 新币到人民币是乘以5 所以就是人民币大概100万左右 然后cashflow 就是3到6月可以持平 那么在新加坡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么小个地方 已经有45间店了 所以我到现在 这几年看到的都是 开业了它就已经赚钱了 因为它有预售 一般来说呢 在新加坡它预售可以达到 150到175个会员 那么一个会员的话 一个月大概是300新币 就是1500人民币 这样子 然后那你算一下 比如说150个会员 然后300块一个人 那就是45,000新币 然后我们的租金可能要15,000新币 然后如果是好的地方 便宜的地方还能到2,000 3000新币都有 然后呢工资 这边工资也不是很低 那这边工资的话 大概是1万新币 所以这样第一个月 你开业就是能赚2,3万新币 这样子就是10多万人民币 然后你在18到24个月 可以大概回本 所以然后每年的收入 是在15万到25万左右 就是看你的投资多少 就比如说你在CBD开的话 那你的租金很贵 那你回报也很好 那你如果在那个 在小区里面的话 那你租金就很便宜 所以你的 你的每年的年回报 也不会也不会 肯定没法跟那个CBD那边的比 对吧 这个大家也可以截屏一下 加盟费5年是5万 也是新币啊 然后呢5年以后 可以续 续的5年呢 就是2万5 就是一半的价钱 那么这个10年完了以后 还可以再续 再续5年也是2万5的续费 然后现在的器件费是6万 然后我们 假如租金是压三负一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是25000块钱人民币 一个月的租金 那压三负一 然后这样加起来 然后再装修费 大概是15万到20万 人民币 这是我算的 然后Working Capital 就是你比如说你做广告啊 你订传单啊 买iPad啊这些的 可能是10万人民币 我们放的是 对就大概是 17万18万新币这样子 100万左右 租金 因为租金实在是 地方不一样 那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比如你在3000 4000城市的话 那你租金就非常的便宜 我们就是example 是3000到12000 一个月的租金 然后工资呢 是5000到8000新币 Full Time FT是Full Time的意思 Full Time就是全职 全职我们大概给1万人民币 左右 这个工资都是你们自己订的 因为我们没法把一线城市的工资 和4线城市的工资 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订 然后Part Time的话 是兼职的 兼职的是我们算16到25块钱 新币一个小时 就是大概100人民币左右 80到100左右 然后每个月的加盟费是2500块钱 或者是7%的收盈利 是收入 就是你卖多少钱的7% 如果 就是如果是 以下的话 我们还是收你2500一个月 那如果以上了的话 就按照7%来收 大概要 大概好像你一个月都要 要挣到4万多新币以上 他才开始那个收你这个7% 所以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那个 太过分 然后Marketing fee 0到1500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是0到1500呢 你刚开业的时候 你可能每个月花 1000 3000 新币这样子来做广告 嗯 那么 比如说 因为到F45 一个F45满员 是大概300到320个人 他就满员了 比如说我都满员了 变成320个人了 你还 你还非要逼着我 再去花那个市场费 就就不对了 我已经 我已经不能容更多的 更多的那个人来了 OK 还有 水电费 1000块钱 杂费1000块钱 所以每个月 每个月大概是 14000到26000的一个开销 这个是一个chart 大家看一下 大概第三个月 或第四个月可以持平 因为实话F45 在中国的品牌 还没有那么的强 跟新加坡 或者是在国外相比 根本没法比 就是 但是这个我们 我们是下面决心的要做这个市场 然后我们也会 会往里面砸钱的 还有我们会做活动的 我相信在 本来是2020年嘛 那现在2020年 不是有这个疫情吗 那就2021年了 2021年我相信 在中国 我们会让更多人知道F45的 Marketing System 这个Marketing的话 我们会教你怎么来做这个市场营销 我们没有希望每一个加盟组 或者是教练都懂怎么做营销 也不期望每一个教练都是一个好的销售 所以我们有一个培训 我们培训你就是至少在开业前的六个周 就要开始做这个营销了 第六周 每天你需要 你需要那个 post什么东西 在微信 或者是抖音上 或者是Facebook 或者Instagram上 我们在那个 iF45 Playbook里面都有 你直接 给它save下来 然后post就好了 这个2000多间店都管用 咱们就照做就好了 加一些本地的元素进去 在微信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大方向还是这样的 不用改太多 所以每一间 可以说2000间每一间F45开业 都是很成功的 你不会看到有两三个人在那跳来跳去的情况 的情况 因为它已经大概卖了100多个 那个prefoundation 就是预售的会员 他们就已经会来了 预售是六到八周开始 每天放什么内容都在playbook上面 然后我们有四天的培训会 在洛杉矶 然后现在是因为疫情 就都是在线上 那更好了去趟洛杉矶 还是好几万块钱了 而且就是如果 现在它还在线上的话 那就可以让所有的 就是让所有的教练 大家一起上课 对吧 你如果 如果是去洛杉矶的话 那 每个人去的那个路费和酒店也是也是很大一笔开销 这个钱就可以省来做那个 来画在自己的广告费上呀 买那个微信朋友圈广告或者是抖音广告 之类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上课的一个现场 四天的课 第一天是教大概marketing的 营销的 然后第二天教你怎么来计划你的课程 一天需要五节课还是十节课 有人是十二节课 为什么 然后第三天教你怎么选 选那个教练 然后教练你跟人家应该怎么分成 你分太多了 你自己不赚钱 你分太少了 那个人家就会跑 像我们有很多很多Celebrity 这些明星NBA的球星 像美国的那个Super Bowl 我们花了五百万买了三十秒的一个广告 这个是F45 Playoff Playoff呢就是一个竞技赛 竞技赛呢一共有十个station 然后看谁 看谁做的又开又好 然后男的和女的的那个赢家 也是拿两万五千块钱奥币 然后这个是F45 Track F45 Track呢就是我们在金沙做的那种在外面 就是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来 没有竞技就是就是玩的 然后这种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做广告吧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代言人 是NBA的一个球星 还有很多像金刚狼呀或者是Will Smith 还有就是就是 Of course Mark Wahlberg Mark Wahlberg是那个是一个好莱坞的那个巨星 然后他他的那个投资的群 去年有投资F45 4.5个亿美金 这个也是我们很快可以在今年准备上市 第三季准备上市的一个原因 这个playoff event可以等一下看吧 季后赛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F45上海 进安徐会星天地还有家定的一些的微信号 然后他们的那个季后赛这一次也有很多人参加 这次好像是做的最好的一次 很希望我也能参加但是没办法去不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PR我们在 Bloomberg 还有就是各大的知名的那些网站呢 或者是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些的网站上 都有我们的报道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很多很多关于F45的报道 OK F45这么好 那对我有什么好的呢 What's in for me 下一步 大家需要填写一个reservation territory 它会有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加我微信 我可以给大家发这个链接 定一个你信尼的区域 然后呢你会有14天的时间来看这个合同 然后这个合同呢是70页的一个合同 是英文的 你需要找一个双语的律师来帮你看 然后统一这个区域 然后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合同OK的话 你就我们会跟那个我们的Mapping engineer就是做做那个 做那个区域规划的那个同事 我们来给你规划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是怎么规划的 我们不像7-11那种的是多少公里啊 或者多少多少百米啊 那种其实不科学 你比如说有些地方 他人住的就少 你给他画那么小他活不下来 所以我们都是按照人口密度来画的 所以在新加坡比如说张艺机场就是非常大的一块地 那你在物鞋路的话我们就给他切的很小 因为人口密度高 那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区域OK的话 你也觉得合同OK的话 那你就同意这个区域同意这个合同 我们就可以给你一个最终的合同 你就可以签 然后如果不同意的话也就算了 那你会说这个万一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在新加坡的地图 暂时中国没有这样的地图 因为中国太大了 把它切出来 没有那个人力物力把它给他切的像新加坡这样 因为新加坡的话很容易 很容易就把它那个细分了 新加坡太小了 但是你需要告诉我的是你喜欢哪一条 你觉得哪一条街是你的心仪的地方 我们就把那个区画给你 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每个区呢 你都可以看到他会告诉你有多少的 为什么这个这是个区 大概我们会有三万到七万人的一个这个 这个人口来支撑一个成功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经验 所以选择你一个心仪的街道 然后百度或者Google连接发给我 然后截屏 就是你可以画一个你觉得我想 特别现在因为在中国 现在暂时还没有那么多 而且中国地大 你可以画一个你想要的两三公里直径的一个区域 然后我们会按照我们尽量能按照你要的那个区域给你 但如果比如你画太大了 那我们也不可能给你那么大 所以我们会让那个你可以画大一点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会根据你喜欢的那个街道 来做一个我们自己觉得合适的一个人口密度的一个区域 然后我们会发给那个会图工程师给你画一个区域出来 如果同意我们就起草这个合同 如果不同意的话通知我们 我们就会暂停你的合同 就是如果我买了这个区域 然后我也签了这个合同 但是我找不到合适的铺子 或者我找到了这个铺子 然后最后总共不同意 因为说太小了或者是太偏了或怎么样 但是你就是就算的话就算你签了一切都妥当了 你也可以随时换区域B或者区域C 你换在哪个地方都可以 你找比如说你这个你另外一个铺子已经找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你把你这个区域换到那个 换到那个区域里面去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但当然那个区域要没有被人买到 对吧 所以很多人特别现在新加坡 我们有很多都是他买了那个区域 但是他还没有那个铺子 但是他知道他如果到时候等他找到铺子了以后 他再回来这个区域就卖光了 很容易就把它卖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蓝图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在中国我们会很快很快的 在正确的那个marketing的引导下 我们营销的那个计划下面 我们会做的很好的 so这个是英文的 对 然后去参加加盟商的一个培训 所以最后才是找位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看合同 因为那个合同不一定你同意 如果合同都不同意的话 那就别买 就别买F45 你就买个F46就可以了 开个玩笑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需要的F45的长相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一个F45的长相 你跑跳的地方必须有150平米 长是这么多 宽是这么多 千万不要再给我那个太小的地方 因为我们之前有那个 有安全隐患的 你太近了的话 你的这个 你的这些那个 那个哑铃会打到后面的人的 我们之前在新加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前几个批的太小了 所以现在很严格 而且我们要准备上市的一个公司 就是一切都更加的严格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的 我的店不朝街啊 我的店人流量少啊 不要担心 你看像这个 在F45 Quarry Bay 22楼 照样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香港的租金多么的贵 这个是在新加坡 Moy Street 这是一个CBD的地方 这个就太小了 这个店太小了 嗯 以后这样的 这样的大小是不会批的 所以 大家可以 截屏一下这个 跑来跑去的地方 一定要150到160平方米 长是这么多 宽那么多 高一定要这么多 太矮了也不行 因为有一个引体向上的那个 pull up bar 要不然你会打到头 嗯 还有就是健身房的承重 还有就是我知道有有有大家 因为我去深圳的时候 我跟着我们的那个 哦我们新开业的深圳的那个科技园 我跟着他们跑了七八个地方 嗯 就七八个那个铺子工地这样子 然后就是去年12月的时候 我发现 因为办公室的话它会很便宜 那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看 左边右边楼上楼下是干嘛的 我们音乐生意很大 所以要要要小心这个也是 OK 这个这个人他是那个 playoff的那个冠军 连着三年的冠军 他24岁的时候 他他自己有了自己的F45店 现在他有三间F45的店 所以我有客户告诉我啊我29岁 我是不是太年轻了 我说那有人24岁就有三间店了 就看你吧 再给大家发一下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微信号 然后这个是Q&A 有一些常见的问题 就是我对会员的定价有没有灵活性 大家可以截屏这个 所以我们不可以告诉你 你需要收会员多少钱的 但是我会指导你 嗯 所以你应该看你旁边的F45收多少钱 不能差太多 你收的太贵 人家不会来 你收的太便宜了的话 你自己不赚钱 嗯 因为你要给他们 就是最高端的服务 那你给他最高端的服务 你这个 你这个费用就就就就已经在那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 就是 像那种 传统健身房999 给人家 给那个教练的那个 的费用 或者是你的支出 嗯 我们也有 有那个 原来在澳洲的时候 有人这样做 就是我们给他的指导价 他是他 他不听 他把他便宜三分之一 然后他就预售了很多很多 那当时预售了大概将近300个会员 这就已经买了 所以 然后他卖的又特别便宜 所以 他就很累 他大概六个月到一年 他没怎么赚钱 但是他特别特别累 因为他价定的太低了 但是你到了300多个人 你买原了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再让新的人来试课 然后让他们付高三分之一的价钱 所以最终对你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给你的指导价 希望大家能听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 让四线城市和一线城市 收一样的价格 那肯定卖不出去 但是我们会依照你的房租和你的人工成本 我会给你的指导价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提供的是最流行的这个F45的培训 然后你的区域是受保护的 没有任何人能在你的区域 或者在你区域的旁边 比如说这是一个区域靠在一起的话 两个人都不可以在那个交界点 靠交界点太近的地方开店 要保证距离 然后你的区域是没有人可以进来 没有人可以进来在你这个地方开店的 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健身从业者 你也知道就是设计一个课程有多么的花时间 然后比如说你有一个新的促销 你想做一个海报 如果让外面的人做呢 太花钱 自己做的又太难看 那促销一个月一次 你这个做还是不做 但是在F45的话促销就是这些促销的 所有的信息就都有 你就上网去 就那个F45 Playbook里面有上亿个照片给你来用 父亲节的母亲节的情人节的什么节的 什么节的都有 所以你就不用自己去想怎么做这些东西 这个总部都帮你做好了 这个是四天或者是五天的培训 看人多人少人多的话就五天 要保证把每个人都交好嘛 OK 然后总部会帮我们选择地点吗 不会 加盟商你自己是全权 你要负全责就是你选的这个地方 因为中国太大了 我们没有办法说你选的那条街我们也理解 我们不懂那条街 也不知道你在那个地方的影响力或者怎么 比如你在上海影响力很高 你去北京开 那你就最好就不要去 你要不然或者是北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伙伴也可以 但是对你不熟悉的地方你就最好不要去 你要找找自己喜欢的地方 我们应该找什么样的空间呢 我们是办公室清工厂清工业的空间或者地下室 我们一定不要找人流量很高的商场之类的 现在在新加坡也是就是三个月的那个阻断措施 就是全部的商场都关了以后 那现在开业的就都是像F45这样的小型的健身房 大的垮了很多 因为大家也知道新加坡的租金是非常可怕的 你三个月光是租金没有任何的收入的话 就是已经受不了了 team training life changing 好的 我的演讲就到这了 justin 我去哪看有有有问题呢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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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见了吗 听得到 嗯嗯嗯 对 刚才有一个问题我看到啊 就是我先把你切回到你好了 好 我看到刚才有一个人在问 就是说对于小白来说 怎么去解决这个 也许是有一些受伤的风险 好像我记得这个问题 因为我后排近一下 对的对的 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于重生新手参与F45 因为动作可能不标准 或者身体某些运动能力不完善 会有受伤风险 那你们有没有相关的 针对性的解决和预防的方案 对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 因为就不光它 我自己第一次去F45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拉伤了 但是这个就是教练的问题 后来我去另外一间 新加坡的F45 我就锻炼的挺好 然后我觉得这个教练 他会看着我的那个level 他会告诉我说 比如说一些push 他说你就把膝盖放在地上 然后再来push 然后他会指导你 所以培训教练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教练培训好了的话 你就没有这些 这个会员会伤到的这种后顾之忧 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店 他们就go even much further 就是of the service 他对会员的服务就更周到的 就是说你提前半个小时来 我先看一下你的状况 然后他就知道 你大概是什么样的level 然后他会上课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比如说有些人跳的那个盒子 这么高 这么高他就把你剪掉一些 或者怎么样 当场他就会指导你 所以因为教练不需要做demo 怎么样来做这个workout 因为你是看着电视 所以教练的工作就是守着你 不要让你受伤 然后一个课我们有两个教练 就是虽然是团体课 但是是受到的是私教的 私教的一个服务 我很喜欢那个F45 广州店的老板说 这个叫共享私教 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好 还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觉得你还可以讲一下 比如现在在国内的一个 这些加盟店 那本来我们是这次要邀请 一个国内加盟店的老板来 他临时说一点事情 他们比如说 现在他们的一个营收的水平 有没有达到预期 比如说我们本来是 要找这个加定的F45 加定上海的老板 然后他的是 他开业的时候 大概有100个会员 然后在上海的其他店 平均一个店会有 250到300个会员 因为那几个店已经 大概有两年多 快三年的一个时间 那张教练 就是上海加定的这个教练 他一开业就有100个会员 就是在国内 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你看在上海 大概一个月的会费 是1680 那么你1100个会员 你第一个月就已经 很安全了 还能盈利 好的好的 那要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也感谢杨老师 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解 没关系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有发我们的群的讨论 就是讨论群的二维码 大家也可以加 我已经把杨老师 加在这个群里了 那么如果大家确实 对于F45这个模式 特别感兴趣了 后续我们还会继续在 宣传这个群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 具体问题也可以在群里 如果刚才没有扫到 杨老师的微信的话 因为你在隔着屏幕 可能大家不太方便扫 那没关系 我们留在 把直播间里放了 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到时候 大家可以扫进来 可以跟杨老师 继续沟通 好的 谢谢你Justin 谢谢大家那个twin 好的 那感谢杨老师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Bye 好拜拜 拜拜